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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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这个台股的卖压在连续一个礼拜之后 到今天礼拜五它不但没有直缓下来 有点在加速往下赶底的那个味道出现 那加点指数最多盘中涨241点 中场跌228 那跌破了17000 收在16991点 那这个指数的位置 也创下这个波段以来的收盘价的新低 虽然说还没有跌破728的那一根长下线低点 但收盘的价位 实际上它已经破低了 已经破低了 然后ODC的部分 也一样再写这个波段的新低 指数位置快要来到半年线 所以所有的集中市场或者ODC 都能在一个加速探底的一个阶段 那说这波为什么跌 要说上个礼拜其实国际股市台股 其实都没有什么例空 真正引发这一次开始跌的一个原因 应该是从所谓的政府要把 当中占成交比的这个数字 纳入所谓的分门交易的处置的一个条件 从那一刻的隔天起 量就说下去 可能对当中卒来说 他认为这造成他非常大的不方便吧 所以量就说 那高档量级说动能不足 后来市场又谣传说 是不是当中税减半的优惠 可能会到年底结束 但这个事后今晚会说 他还是坚持要延续五年的这个立场不变 这个有被澄清 但是量缩的伤害他已经造成了 然后呢 行情就开始往下压 往下压的过程 你就要造成比如说自行商看价景损 当中的也减少超速退出 然后跌个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多杀多 那肺半这时候又连续跌了四五天 所以就压垮大盘 今天就最多跌241点 中场就跌237点 几乎摔在今天的最低点附近 所以台股就在整个牙股里面 可以说是单独落势 持续做一个回撤 那当然 就加上指数来说 这个半年线都快到了 半年线快到了 然后贵买指数来说 半年线也快到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 礼拜一延续这个沙盘力道再下去 大概交代一下 沙下去放量出来 转线转折大概就出现 因为毕竟已经连续跌了六天七天 那很多股票其实 他的财报创高 他的营收创新高 他的毛利率EPS 他下半年的报价都很乐观 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他却跌了十几二十趴二三十趴 但后面都是反弹机会 因为多头我们常讲还涨急跌 还涨急跌 常常他涨一个月 一个礼拜跌回来 后面可能又连涨两三个礼拜 不小心又创高 多头的惯性都是如此 所以结论就是我认为下礼拜 反弹机会高 所以今天我在盘中文章我都说 比如说我们看好的那些股票 他在这五天 莫名其妙跟着大盘杀了五天 从原本的创新高打回 十几二十趴打回到起涨点 那都是重新的一个买顶 再度浮现 所以砍在这边 你砍在阿呆谷 那也不如就是忍耐一下 等到下礼拜开始反弹回升 你压力减轻 后续的营收力多 陆续的到中下旬陆续又进来 过个两个礼拜崩崩崩上去 又回到高点 这是常常的事情 所以这边就是豪股票 就不要再追杀了 不要再追杀了 那经济科 昨天礼拜四 早上高点四百二 但我盘又压回到四百 但我说基本上四百块以下 我的看法就是 大概是铁板区 不见得跌不破 但跌到四百块以下 除非你说盘是真的非常进一步的恶化 不然我认为四百块以下 他都是铁板区都是买点 买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你不会吃亏 然后今天 盘向高点四十一六 中间一度 大概十一点三四十分的时候 一度翻黑 但很快的又上来 很快又上来 尾盘小短七块钱收四零七 算数长得并不多 但今天大盘跌两百三十八点 所以盘中稍微跌破四百 就被吃上来 这就是符合我说的四百块 这边就铁板区 因为你不买 会有人要买 除非大盘真的是出乎意料的 这边再集杀个好几百点或者一千点 我认为这个价位其实就是一个 长线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昨天有人在FB上 就也很紧张的在问我说 可能因为最近大盘不好 精进科从四八四点五元也打回到四百块 这一叉叉了八十块钱 就问我说 那老师怎么办 吃不好也睡不好 那我就比较仔细的问说 那到底你的张数成本价位是多少 他就告诉我说是四百一十块 那我想一想 四百一十块 底子温收盘价四百 虽然说有差到十块 但就四百块的价位来说 差个十块二十块 在盘中那是基本上的一个 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 小误差范围之内而已 这不应该说紧张到什么 吃不好睡不好 但当然我们也退步想 因为可能他们总共就有四五十张 从四百八回到四百块的过程 就差去四百万 所以这个不是一笔小数字 所以转型会紧张这都是难免的 但就像我说的 这边是一个好买点 如果你要在这边砍 砍下去之后别人就把你买走了 因为别人认为这是好买点 所以要么就是五百了 不然就慢慢低接 我认为后面股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因为行政电脑 预计大概就在八月中下旬 大概就是在金元代工厂这边 它会设计定案 然后就会做出 这个市产的所谓的处理器 然后产出来之后 就会交给客户去做测试 看你要跑什么软体就去跑 做各种测试 测试完没有问题 就表示这个案子 就到这边这个阶段就结束 客户就要买单 要付钱 付钱之后 金元代工这边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你要去讨论 后续开光照要给钱 光照一个是三百万美金 不是小钱 客户要付钱 不然我要付钱给金元代工 然后面你要给金元代工一个数字 我明年我要多少产能 我要book 要下定 所以一旦这个设计定案在八月底 台湾这边试产出来 然后等客户验证完毕之后 大概后续就要付钱 水瓶收就会上去 这是其中之一 这个也是法人要开单件上的关键 因为行电电脑一颗的处理器 我们抓五六十块美金以上一颗 好像很贵 其实没有 台电AMG的处理器是这个价格的可能一两倍以上 所以它是物美价廉 所以一旦设计定案 明年看是什么时候要量产 我现在没有办法抓出这个时间 一年大陆的市场是下百万颗 就看明年要出多少颗 明年估计目前有三大案子 一个是行政电脑 一个是POS系统 一个是台湾店的三个案子 但是最高是行政电脑 第二个是台湾店 第三个是POS系统 但量最大的是POS系统 价格比较低 量最大 三个案子我们估计 都可以贡献营收超过十亿 这三个案子营收都可以贡献 超过十亿的营收 因为IP都自己的 所以不管是比较高价的行政电脑 或者是最低价的POS系统 那毛利率估计都超过六成 所以一旦明年进入到 实时量产阶段 今年你说营收都是几千万 几千万 五千 七千 八千 你现在觉得五千跟七千差很多 但是到了明年 当开始量产的时候 变成三亿四亿的营收数 你回头看这个五千跟七千 你会觉得根本没什么差 因为现在只是千万的规模 因为这个是签约金跟权利金的 任列的阶段而已 就是营收 多多就是那些多 多一点给你八九千一亿好 少一点给你五六千 就是差不多这个水准 但是到明年 如果这三大案子都量产 出公每一个案子都会超过十亿的营收 而且只有这三个案子吗 不止吗 就我说的台电的案子可能只是未来 陆续在新潭的案子里面 相对还属于比较小的案子 今年一月到七月累计是四亿多 跟你后面给你 今年全年给你七八亿好 明年三十亿起跳 乐观一点五十亿 那论据会很大 就看后面的量产的十亿 三十四十五十亿跟现今年的七八亿 那几倍的成长 你说现在放眼明年有哪些公司 明年有这么高倍数的成长 至少目前我认为我看不到第二家 所以我就说经济科从现在看到明年去 原来是台股第一名的最强势的选股 所以我就乐观看待后面的发展 那最近还是保持灵活操作 礼拜三点续第二 点续我们是卖在一百八十几 一八三一八四 就今天也杀跌停板到一百三十三块半 这差了五十块钱的价差 当然他会有机会买回来 后来转到蓬城 那礼拜三盘中涨八点四八 两百三十一块 全部获利先出清一趟 因为盘市不加嘛 逆市大涨先走一趟 然后呢今天收盘215块 都还有大概15块钱的价差 那因为盘市不加冲高先出嘛 事实上出的不错 所以以后拉高再买 会叫他连续第二是有原因的 但因为现在我们就卖掉了 所以结果以后有要再买的时候 我再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然后卖掉之后 昨天呢 我们就陆续把资金转进 全线类比IC的重压股 早盘还有平盘甚至一度翻黑 买完之后呢尾盘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最后中场是亮灯锁涨停 你可能觉得以前这样是股票 尾盘锁涨停稀松平常 但是你要知道最近是股票是连跌六七天 昨天收涨型股票并不容易 今天早上也是震啊震啊晃啊晃 尾盘呢就越拉越高 越拉越高 中场收涨在这个波段的最高点上涨3% 逆势不跌海拉尾盘 这表示昨天我在文章中 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 这个新的趋势 市场有法人跟资金 我认为非常的认同 后续那个买盘陆续再进来 因为我自认为我看趋势是非常准的 主要是因为美商 哪一家 我就不好说了 因为昨天我们有不小心 把名字说出来 造成一些困扰 那我也觉得很抱歉 所以以后我们就尽量就是说 美商日商等等 就上次代过了 就美商 就我们了解未来 将持续的退出 所谓的 资讯类的 类比IC的供应链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电动车它的成长态势太过明显 那个量体大 成长性强 车用的定带一下是8年10年 那个单价又高 数量又大 现在全世界金元代工产能就是不够 所以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之下 那这些厂商寻找最有利的产品 这是天津地益 所以当美商要持续退出 全面裸退资讯类的类比IC的时候 那我们估计什么EVA 英飞林 蔚来这些相关公司 我们估计这是一条不会回头的路 大家大概都会往这个方向做跟进 因为当初2018年 日商也是退出被动元件 资讯类的产品 都跑到测用去 所以突然间客户找不到 供货商就通通转来台湾 所以造就2018年国具那一波1300块 到现在国具 华欣克获利还是非常好 趋势还在持续 所以当美商全面裸退类比IC的市场 那不是说今天我说要退 明天我就退了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给客户的交期50个礼拜 那我就跟一些某些产品 某些客户说 那50周之后 我交货给你之后 我就不再接了 这叫NOL end of life 意思就是说到时候我交货给你之后 这个东西我就不再出了 因为很抱歉 我们要去服务车用的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逆转的趋势 因为电动车的市场太大 那过去台厂其实CP值很高 但客户因为都认为就是说欧美系的大厂 它品质才是最好的 所以很少给台厂太多的机会 但因为现在金元代工大家产能都不够 所以台厂中央性已经上来 当欧美系的厂商陆陆续续要退的时候 这个市场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 所以我就说未来类比IC 今年大概8月份可能这波整理到月中 下半个8月下旬电子股开始回升的时候 到下半年年底到明年我认为类比IC 会成为全新的主流 非常重要 那这家类比IC的中央股市首选 第二季先涨20% 7月份再涨10% 9月份考虑再涨10% 台厂下半年又多给了50%的产能 所以量也上来 价也上来 毛利率上来 EPS 又开始 2毛 6毛 8毛 1块多的这样往上跳 就跟当初的Driver IC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我认为会重现Driver IC 就去量IC的天域 蹲态那种喷出的大行情 所以今天大盘跌成那个鬼样 尾盘是收涨3% 超级强势 因为我们看的是后面的超大趋势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确 所以你会看到股价未来就是 越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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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成为我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重压股 所以无论是你想要知道我盘中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你的持股该怎么调整 是不是该卖或者该换 都欢迎来加入正好诗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老鼠 Star Master加入之后 你在每天盘中11点左右 会看到我盘中解盘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互动 你可以留言问我说你的持股怎么看 需要怎么样的服务 你都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帮你做一些持股的看法 交流之后 并且留言正好是最棒 新加入的前20个朋友 你就可以得到下个礼拜最新的一档标股 下礼拜最新的标股 我相信我选股都是极有水准 盘是只要直稳 往往涨的都是第一款 所以只要留言正好是最棒 加入正好诗的LINE官方账号 就可以得到下个礼拜的最新标股 赶快加入 等会儿再来其他股看 欢迎来到现场 那当然今天台股拉回这么重 也是因为非半指数 在美国大部分指数都创高的过程 非半指数是连续5跟黑K 那连代的把台湾的相关的IC股 IC股都带下来 我想也是台股比较 有比较重回档的因素 那美国非半昨天跌的比较深 主要是因为大摩 对于美光开了第一枪 调降了记忆体产业的展望 认为再来记忆体的需求 可能没有那么强 所以美光大跌 原代的今天预创也跌停板 那金豪科也更早跌停 豪方店今天也大跌 威刚今天也跟着大跌 但我的看法是 外资的看法你听听就好 豪方店这两天才说 立即行记忆体缺货不变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从业界所了解的 也都跟我说缺货不变 短线线微价有跌 微价还在往上 但这只是短线的调整 那客户拉货同货的态势没有变 所以有时候外资呢 高点喊多低点喊空 其实这是场合的事情 听听就好 所以玉尚跟金豪科 威刚这些股票 短线都已经跌了不少了 跌了不少了 金豪科跟玉尚随时都会反弹 所以这边都不要去追杀 那天狱呢 打回起场点 第二季赚10.57 毛利率高达48% 重点第三季第四季还要再涨价 毛利率一跳就上了五成 单季获利10块钱以上起跳 今年要赚36块 短线股价跌了30块下来 这个我认为下礼拜都是反弹 都是反弹 一拳也是先涨到65 再打回到50块附近的起跳点 营收创高 AMD市占率持续扩张 打得Intel哀哀叫 相关供应该当然吃香喝辣 所以今年的一拳就是过去的 建策的翻版 所以创高拉回量级缩 我们认为下周都要反弹 最新布局的重压股 类比IC重压股 昨天涨提 今天尾盘再收3% 这两天大盘跌多少 超级强势股 那这些东西 我来不及再给你重复第二次 那美商要退出类比IC 外类比IC 将会重演2018年的大趋势大行情 那不管你是有持股的问题 还是想跟我操作新的股票 欢迎来加入郑老师的LINE的观望帐号 加入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就可以找到我LINE的观望帐号 加入之后留言郑老师最棒 新加入的前20名 就可以得到下个礼拜的最新的一档表股 赶快加入 祝大家周围愉快 下次再见